吴亦凡涉嫌强奸罪遭刑事拘留 16天后光速被检方批准逮捕 律师指出这等同于他几乎已经被确认了犯罪事实 有网友挖出他过去曾转发性侵犯的新闻 态度还相当愤恨不平 要求必须要严厉惩罚 如今他自己成了性侵犯可说是非常讽刺 吴亦凡一年前文章被挖出 吴亦凡被翻出2020年曾转发一则 某公司高层性侵未成年养女四年的新闻 他还七分写下太气人了必须严惩 资料事隔一年他却成了性侵未成年少女的恶狼 经期对比显得非常讽刺 不少网友调侃自己打脸自己笑死 支持严惩自己确实是太气人了 吴亦凡成魔之路 陆媒整理了吴亦凡成魔之路的完整时间轴 从2013年11月开始和当时21岁的灵溪亚创造外流 引起渲染大波 之后到了2016年才又被曝出绯闻女友金油美 同时还有19岁小Gina 接着又沉寂一阵子 直到2019年又爆出17岁 Anastasia 小吕同学 韩奇缘 秦牛正威 魏雨昕 刮嘎嘎怪歪 2020年有19岁一田 小柔不乖 23岁张丹三 WEXXX YYXR777 江婷二 Brandy Trouble 2021年有向运杰 阿舍阿舍阿舍 18岁小姨同学 18岁不熬夜的小说 19岁都美竹 大医生你又不是小张 于嘉怡 还有另外8名素人少女 今年总共染指33人 一度传出最小的只有国中 吴亦凡近期被警方发表刑事拘留的消息 当时律师无法添推测 他被警方拘留 因是已经收集到涉嫌强奸的初步证据 比如反抗时留下的伤痕 比如两人通话录音 律师更进一步推测 是警方受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 刑事拘留最长期限37天 拘留一段时间后发现确有犯罪 就提醒检察院批准逮捕 这37天也被视为刑事辩护的黄金时间 吴亦凡从被宣布刑拘到批准逮捕 前后经过17天 近期最不堪的娱乐丑闻 就属华裔加拿大男性吴亦凡在警方侦办下 证实他潜规则就拙悬飞 甚至假交网骗女生发生性行为的行径 其实这并非吴亦凡首次性事曝光 只是如今受害女子依依出声指控 MeToo风暴愈演愈烈 就算过往再干练强势的吴妈吴秀琴 也难再出手欲砸钱收拾宝贝儿子的劣迹 30岁的吴亦凡出身韩国偶像男团XO 过去曾是分队XOM的成员 只是随着他与陆寒黄子涛相细离开 与尚未退团同在发展的张一新 并称归国四子 他们娱乐产值惊人 没啥代表做的吴亦凡 更成为各大精品争妖合作的时商宠儿 只是这两个月来 吴亦凡的桃色风暴欲言欲裂 最新消息传出 吴亦凡派人强拉嫩妹上车 受害者入口供时 竟揭露他20女四男的选飞趴 至此可见吴亦凡劣迹一件件的逐渐曝光 而且一切其实都与他的妈妈吴秀琴惯性宠溺 以及身边其他大龄男女有所关系 圈内有个说法 吴亦凡会出事 宠溺他的妈妈吴秀琴也有责任 剧读者出面向静周刊揭露 吴亦凡的妈妈吴秀琴过往如何插手吴亦凡的人生 结果失控扑救了儿子的沉默之路 回顾早年吴秀琴与老公婚变 于是决定在吴亦凡10岁时 把他送去加拿大读书 在此之前 吴亦凡爸妈各忙各的 没给过他什么家庭温暖 为了能在加拿大维持生活 吴秀琴破釜沉舟的 先把生意处理完毕 才飞去陪伴吴亦凡长大 这也让吴秀琴产生弥补心态 开始对吴亦凡过分溺爱 甚至不允许他另交其他朋友 10岁父母离异之后 吴亦凡与妈妈吴秀琴 在加拿大相依为命 也让他有了妈宝的封号 就此吴亦凡很少反驳妈妈 毕竟这束母爱之光 他早已渴望多年 母子从此相爱相依 人物杂志早前访问 报道曾如此记载 吴秀琴排斥一切脏东西 进入他和儿子的房子 儿子跟什么人接触 吴秀琴都会过稳 不过18岁时 吴亦凡不顾妈妈反对 透过韩国SM娱乐的选秀活动 成为联系生 独自前往韩国受训 母子最终妥协 吴亦凡出道后 所有的大小事 都有吴秀琴决定 他后来离开男团 和经纪公司解约 也是由妈妈出钱解决 本刊读者揭力透露 吴秀琴理所当然的 掌控着吴亦凡的经济大权 而且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都会亲自面试 女的太美太艳不行 颜值必须中下才能合格 不过百密必有一书 有一说跟吴亦凡 传过暧昧的黄历型女友 徐静雷 以及冯小刚 都曾对他造成不小阴影 吴亦凡被官方认证为 劣迹艺人 过往活跃于荧幕前的 强大气场 恐难再见 潘伟博 MC Hotdog和张震月 2014年 徐静雷相中 吴亦凡挑大梁 演出电影 《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男主角 吴妈妈决定让他接演 不过业内人士透露 女大男小 让相差17岁的两人 擦出母子恋 而且是圈内的公开秘密 只是后来 吴亦凡的粉丝认为 这是前韩国东家的抹黑 也有人指示 徐静雷故意炒作 无论如何 包括徐静雷 与他身边的淑女 或亲淑女 或多或少 都对吴亦凡后续影响颇深 至于吴妈究竟有多难缠 从以下小故事 就可略知端倪 2016年某日 吴秀琴与工作人员开会 180公分高 体型出壮 讲话大烈烈的他 风风火火带着 识人去行团队 一进门后 就给人无形的压迫感 因为妈妈力捧 让吴亦凡被戏称是国际凡 更有一说 指他受邀上节目 制作单位 除给出一级酬劳 还让吴妈妈大手笔写拼 约型台币2600万元 当时讨论内容 据说是厂商邀请吴亦凡 参加一项大型活动 吴秀琴一开口 就要求人民币250万元酬劳 只是厂商根本没那么多预算 要求吴母降价 接着吴秀琴强硬丢下 没有这个价钱 我们家亦凡哪都不去 另一次则是一家品牌登门 请吴亦凡代言 而且酬劳任他开 吴秀琴当时也丢了一句 我们家亦凡是国际化的 随即拒绝了该本土品牌 早在2013年时 林西亚就曾自爆 与吴亦凡的情爱关系 结果惨遭她的粉丝围攻 从此之后 国际凡的称号 开始在工作人员间 广为流传 尽管吴秀琴的强势 逼得吴亦凡身边的工作人员 长坐不到三个月就离职 却也因此让吴亦凡朝顶级流量小生迈进 不过正所谓成也妈妈 败也妈妈 吴秀琴将宝贝儿子保护得太好 导致30岁的妈宝吴亦凡认为 出世后总有妈妈当靠山 早在网红都美竹爆料前 2013年就有SM娱乐的练习生林西亚 因公布与吴亦凡的亲密简讯及床照 遭到粉丝围攻 导致她罹患忧郁症 接着2016年 网红小Gina出面指责吴亦凡欺骗感情 另有网友上传吴亦凡的床照 对小Gina喊话 我相信你 因为我也被她外批 林西亚因发出与吴亦凡的亲密简讯及床照 而被黑 如今得到清白 据说在杜美竹之前的丑闻 一一顺利摆平后 吴亦凡事业没有走下坡 反而更红 因此她以为之后出了乱子 也可以惯例轻松解决 殊不知都美竹坚强难缠 吴妈妈只好报警 结果反而被官方认证 儿子骗人上床是失实 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北京朝阳警方提出调查报告 确认吴亦凡的经纪人在2020年12月 急着挑选MV女主角的名义 将都美竹在内的十余人 约到吴亦凡家喝酒玩游戏 三天后 吴亦凡转账人民币三万两千元 给都美竹当作生日礼物 网红都美竹爆料 吴亦凡用MV选女主角 工作室千人的方式 把女孩骗去玩酒桌游戏 灌酒 微信来往四个月后 都美竹遭受吴亦凡 置之不理的冷暴力 从此抑郁很久 消息经过都美竹的友人抖出后 此后她就像其他被吴亦凡 沾上边的女孩一样 遭到残忍的网路霸凌 都美竹只好还原更多细节 包括自己被没收手机 并玩起了灌酒游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